然後來看這個題組 甲到跟七人排一列以下情況有幾種方式呢 說甲一定要在移左方 第二個甲一定要在移左邊 移一定要在秉左邊 我們先看第二題 這個甲一定在移左 一定在秉左 也就是說不管你其他人怎麼排 甲的位置一定比移更左邊 而秉的位置一定比移更右邊 任意排七階五零四零種裡面 現在這個是你看到的其中一種 對不對 那 除了他之外呢 我們有孪生的三階種 也就是說我第一個還是幾 第四個是跟 而且第三個是丁 第四個是跟第六個是誤的情況下 光是以秉丁位置誤換就有 甲以秉 甲秉 以甲秉 以秉甲 那你會發現 老師你好像蠻愛這樣子列這個東西的 對 我蠻愛這樣子列的 因為我要讓學生習慣 他有需要的話 也應該要自己列出來看一看 但規模是六個還OK啦 四階就有點難列出來 孪生六胞胎 那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前面是說 如果你 比如說七個裡面取四個排列 每取的那三個 產生對調產生的孪生六胞胎 我們試做一個嘛 因為沒有差別 所以我們會除以六階 在這裡你要留意到的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把這個孪生六胎 視為沒有差別 以第二題為例 以第二題為例 我們並不是把這個孪生六胎 視作沒有差別 而是怎麼樣呢 我以第二小題來說 甲一定要在秉左邊 一定要在秉左邊 就是秉要在最右 甲要在最左 其實只有紫色這一條是合的 這些都不合 對不對 我一定要按照甲乙丙這樣順序 所以說你甲可以不要在第二個 甲乙丙這三個位置 可以在別的位置 但是呢 你在排這個七階裡面 不論你怎麼排 甲乙丙都會有 六個一組六個一組孪生的嘛 這個六個一組裡面 我都只接受一個 所以我們的第二題呢 我們第二題的答案就是 七階乘上三階分之一 他一樣是除三階 但是他跟我們前面看到那個 那個對調不分 對調沒有差別 是不一樣的 有的人會說固定順序 視為組合 那我比較不建議這麼做 那就是我要強調一點 我不是要說誰教的不對 因為老師都是會的 老師自己都很清楚怎麼算 那只是問題是 學生能不能夠吸收他 因為聽了他這句話之後 下一次自己也做對 那我覺得這個 對調都視為組合 雖然聽起來很誘人 就是說感覺變得好簡單 可是因為事實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他很容易讓學生 後來錯這裡錯那裡 因為老師不會錯 但是學生會 所以我比較不建議這麼做 那你要了解到就是說 其實他對調是有差 他對調是有差 所以他對調之後 我是每六個裡面只接受一個 那以第二題 我們直接來看第三題好了 他規定假要在宜佐 而且假要在秉佐 也就是說你隨意的調換位置 但是總而言之 假以秉三個相對來說 我只接受怎麼樣 假在秉佐接假在秉佐 那我們就看這六個裡面 符合情況的 也就是其實他指的是 假要在最左邊 你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題目 假在秉佐且假在秉佐 那就是說假要在秉佐的左邊 那所以第三題接受的是這兩個 所以第三題的答案是 七階乘以三階分之二 而第四題要假要在秉佐 或假要在秉佐 也就是說假不見得要在最左邊 但是假不能在最右邊 對不對 假要在秉佐或假要在秉佐 但你不見得一定要整理到這一句 你可以一個一個對看可不合理 假要在秉佐或代表前後成立都可以 那這個有 假要在秉佐也有 假要在秉佐或假要在秉佐有 這個沒有這樣 你一個一個對可以 那就是說你也可以整理成 總而言之第四題這句話 你可以按暫停看一下 他就代表著假不要在最右 所以說第四題成立的是 一二三 這個不能要這個可以的 所以四個 那我們先回來看一下第一題 那所以第一題用一樣的道理來說 就是說 五零四零 七階五零四零 總裡面 每孫生的二階裡面 我只接受假在秉佐邊的那個順序 所以他是 七階除以二沒有錯 那來看第五題 假要在秉佐 柄要在丁佐 而且物己相領 融合我們前面所教的方式 那 這樣子一來的話呢 首先假在秉佐邊秉柄在丁右邊 這兩件事情是互相不干涉的 就是說你假秉跟秉丁 愛怎麼交叉都可以 但是就是假要在秉佐 柄要在丁佐 所以這個會讓他乘二階分之一 這個也會讓他乘二階分之一 然後物己相領怎麼做 綁起來 對調嘛 所以 這個 第五題 物己相領先綁起來的話是六階 然後乘上物己可以對調 然後乘上 假要在秉佐 乘二階分之一 然後 然後秉要在丁佐 再乘二階分之一 OK 那看第六題 假要在秉丁佐 丁要在秉丁右 你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 這題要怎麼做 那他就會變成 七階之中 每四階 因為我們現在 注意 假、秉、丁 是串聯在一起的 他們彼此有關了 因為假要在秉丁佐 而且丁要在秉丁右的話 假跟秉丁有關 丁也跟秉丁有關 他們是四個彼此有關聯的 那到底 這個四個對調產生的四階種裡面 我們接受哪些呢 我們其實只接受了兩種 就是我們只接受 假、秉、丁 因為假在秉丁左 假在最左 丁在最右 丁在最右 和 假、秉、丁 所以 所以孫生的四胞胎裡面 像這個就不接受 這個就不接受 因為他丁沒有在最右 對不對 那 這個孫生的四胞胎裡面 我們只接受兩種 所以第六題的答案是 七階乘上 四階分之二 那這就是這個題組 那我們在這裡額外提一點 就是說這個題組你有機會在講義上 看到另一種答案的寫法 他以第二題為例 這個假在秉、左秉在屏、左 我們剛才是 七階乘三階分之一 那你會看到他給你的答案是 批七取四 第三題他給你的答案是 批七取四乘二 第四題的答案是 批七取四乘四 那他是對的 就是說這個答案是對的 那除了說算起來的確是這樣之外 就是說他可能是怎麼想的 來去寫成這樣呢 因為我看到那個解答的時候 他也沒有寫他怎麼想的 大部分的很少數有講義 會把到底一切要怎麼想 都全寫出來的 曾經有人在網路上問我要不要 就是自己編課本 我就說如果我編課本的話會很厚 因為我想要講的東西很多 要寫的東西很多 那你只留下答案的話 那我猜測啦 他可能是這麼想的 他會把有限制順序的呢 先全部都用圈圈圈 就是我都不排 有限制順序的 你可以視為說 夾以柄現在被用圈圈圈取代 所以圈圈圈丁霧幾根先去排 排完之後我再來想圈圈圈要放什麼 這樣子 所以他圈圈圈丁霧幾根去排的話 就會變成說1234 因為排列等於是配對給1234567 所以1234567配给丁悟己跟圈圈圈是7杰除以3杰 就是P7取4没有错 所以从P7取4开始 你如果只接受这样这样这样是一个 只接受一个第二题就P7取4乘1 第三题就是接受了两个 所以P7取4乘2 就是说你现在圈圈圈是三个位置可以放两种 可以放甲乙比或甲乙乙 那如果是第四题的话 你就可以接受四种 甲乙丙甲乙乙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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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这样 所以P7取4乘4这样 那同理他的第五题等于是把甲乙变圈圈 然后丙丁悟己跟先牌是P7取5乘1 那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解答 他可能是怎么做的 那我个人我当然喜欢我自己的算法啦 那是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你能够最快用哪一个方式想到 然后要做对 然后另外你就说 类似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够套用在其他的这个题目上 那我也不是说他这个方式不能套用到其他题目上 因为我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看到其他题目的时候 我不会去这么想 也许常常这么做的人 他也可以把他的这个套路 用到别的题目上 那么这就是这一集 那今天课程上到这里